如果你要拆下什麼主題趴 你要什麼什麼 這都是非常好的一個 在那個主題趴就贏了 對啊 其實像剛剛鳳姐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有些時候我們可以 打扮得非常非常亮麗的衣服 畫得很美的妝 可是就覺得哪裡怪怪的 其實就差那一點點的髮量 整個撐起來的時候就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鳳姐真的就是女神的代言 她不管是哪一頂都很亮 因為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然後得益夾髮也針對鳳姐的需求給鳳姐頒藥 所以鳳姐每一個造型出來就是無為之經驗 那我們今天大家都做了很勇敢的嘗試 這些平常更不可能的 那我們戴上去之後 我們自己也覺得哇 這是跳脫原來的梁永南 跳脫原來的王燦 跳脫以前的郭亞棠 每個人看的都很經驗 就覺得今天自己就是一個 AI也好或者是重生也好 甚至於是卡通漫畫裡面的造型 我們就走進去 然後每個都很開心 因為其實像我剛開始接觸假髮說 我就想說哇太棒了 第一個是因為就是他們自己的這個科技師 就是出國 你真的是把它捲一捲放在形象 拿出來他的髮型就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那時候他們的AI 要建模的時候是叫我去拍照 我就看到第一次看到自己光頭 我想說哇頭髮真的太重要了 原來美女光頭也不見得是漂亮 我回去了跟我哥哥看一下說 欸哥我跟你講我今天看我光頭 我想可能蔡依林也不見得 能夠駕馭光頭這個髮型 像以前有一個故事說 家裡頭很凌亂 然後擺了一堵鮮花之後 為了這堵鮮花 就是清潔得很整齊 越來越整齊 就像是我帶我們剛開始戴這頂頭髮之後 結果公司要我們穿那種西裝 一般的西裝只是顏色比較接近 欸可是你會為了這頂夾這個頭髮 你會想不對不符合 你就會有很多新的想法展開 所以就呈現了我們今天這種穿法 其實我當時本來還怕鍾老闆有點 因為鍾老闆他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人 所以說他今天讓大家呈現這種party的感覺 還有未來科技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就是一直在創新 得益的加把 在突破 對對對 在突破 我覺得這蠻有意思的 因為現代人都很忙 然後呢說實在 不要說年紀有 年輕現在白髮都很多欸 其實現在大家看到我都很多 都少年白 那你如果染髮 我建議當然就不要太密集 但是你一染了再半個月 他就長出來了 一個月 你再撐一下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時候的髮片 或是假髮 就很重要 對 那當然我跟鍾老闆 今天來參加32中年紀 我有點小小的感動 就是在 之前我在巴黎石作秀的時候 在新年 那是我在努力工作賺錢的時候 重點是那時候的藝人 沒有所謂的舒化妝師 都自己來 所以我什麼都要自己來 裝也要自己 頭髮也要自己 所以我想我去買個假髮 弄一個髮拉頭 捲一下 上那個電熱捲 一放下來我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買了我的第一頂 髮拉頭的這個得意假髮 所以當我在多年後 有這個機會 因為鍾老闆還有伊林 來到我在好像 拍一直廣告的現場 因為有跟他講 我會在那裡 他們倆直接來跟我講說 他們一些想法 其實等於假髮或是 之前好像也沒有特別 在這個假髮上去做一些 就是宣傳吧 但後來他覺得其實 等於假髮 除了可以協助很多人 也可以幫助很多人 讓他們更有自信更漂亮 所以他就覺得要有一些告知 讓你知道假髮可以讓你有不同的改變 那這個現在越來越進步 所以啊 這個鍾老闆也進步了 當我在拍這個平面的上個月 本來是沒有這個顏色的假髮 就是一般 我可能你看到我有一些 安全色 廣告的髮型 都是用得意假髮去設斗 有些人說 你怎麼變那麼長 你剪了 沒有你又長了 看不出來是假髮 所以呢當然造型師也很重要 髮型師也很重要 然後要拍的時候 他選了三頂假髮 我也看了 我就覺得應該可以再多一點點 不同的分享 比如說除了一般上班族 也要給一些年輕不一樣的 他們可能做什麼活動都可以用 就去選擇一個粉紅色 就是我這一個 這次的這個平面有一個看板的那個 比這個短 那我在想說 中老闆那麼接受耶 拍的那天他也來 我也給他穿露這樣 我也給他這樣 卡帶也那麼大 以前不是啊 就是禮服啊這樣 欸他接受度很廣 所以呢在這個黑色的時候 我是剛剛那個台上 我在比較短 那個因為他染髮的這個 這個有的時候不是說 很自私美領都可以一樣 髮色會不同 所以我才會選擇今天 上台的時候 跟照片上的不一樣 讓大家有不同的了解跟選擇 嗯 其實現在假髮就很像我們的配件 就是有說穿衣服會配不一樣的耳環啊什麼 然後現在我自己感觸 整個現在感觸最正是因為 老闆剛剛分享了一個故事嘛 他就說 欸有一個朋友說 如果他以後 就是 所有的功課都完成 他希望老闆幫他做造型 然後因為想我爸爸那時候 我就是拿走我爸年輕的照片跟他說 我爸就是最喜歡那個 很像三本 還有日本黑道那種 很捲很捲小捲 我爸年輕就是這麼爬的人 然後我就說 那我想要給他這個頭髮 那BOSS真的是一不容辭 就是馬上就說沒問題 然後就請Kiki幫我做 所以那時候我又看到 我爸的時候 就覺得 哇 真的是跟記憶中的爸爸長得一模一樣 啊你去啊你去 對 因為我爸就是很高 然後就是 講話都那種 啊我給你講啊那種 就是很Kiki的那種 很酷 所以我覺得他不只是讓 每一個人變得美 然後也是讓就是 我們記憶中的每一個人 回到你在記憶裡面最好的那個樣子 我就覺得是一個很 很感人然後很窩心的一個 東西啦 對啊 我覺得因為鳳姐是一個 一直走在 時代尖端很fashion的女生 然後因為鳳姐敢嘗試 所以帶動的中董 他也願意在 頭髮上有一些不同的變化 我真的要說 在鳳姐身上 你不能說他是假髮 是他另一個髮型而已 因為看不到假這個字 主人跟少人 真的 我覺得就是把假這個字 已經完全拿掉 就是每一頂都像是自己的頭髮 不管是因為生病需要 或者是說造型需要 或者是想要嘗試突破 去戴上這頂頭髮 我覺得得益的用心 真的是讓每一個戴上去的人 都很安心 因為就是自己的 沒有假那個字 所以每一個人 今天在台上 沒有人愛 每一個都很享受在自己的髮型上 所以就會覺得說 今天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任務 我剛剛為什麼去比那個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就好像我是一個特務賊 就要比一個這樣 他們說我是AI的 我說沒關係 我就是得益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有了這個手勢 我覺得在台上的每一位藝人 都很享受自己的髮型髮色 我覺得這是中董的突破 然後就哪怕是 就是傳統的髮色 我覺得也很漂亮 聽說在座有很多的 貴賓戴的都是得益的髮頭髮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好自然 難怪鳳姐可以一直稱為女神 就是因為有這個魔法在 所以藉由鳳姐的這個代入 不管是藝人也好 還有所有其他的朋友 各行各業朋友 都可以來享受變髮之美 請問問 你覺得今天的獻金很結婚 你在戲裡穿 婆婆 黃金水月 對對對 我很開心 我剛也是滑手機滑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棒 ORANGE找到一個 疼她懂她的男人 對她我有滿滿的祝福 我相信她是一個 非常乖巧又甜美又懂事的女孩 勢必舒緯會好好的成熟 重量 你可以推薦她那個啊 如果穿婚紗 然後就戴那個超短髮試試看 對我真的覺得 那個 謝靜穎就是艷克的那一天 那個可以跟得益 找很多的頭髮帶來什麼 那整個婚禮 就不只是她的經驗 她的髮型整個更亮眼 對 然後我們這些藝人也可以去 Supron 恭喜恭喜 蘇瑋跟ORANGE 蘇瑋是在很早的時候 八點檔她第一次來 那時候她還是歌手 然後來的時候她比較害羞 嗯 當我再次又再看到她的時候 就在黃金歲月 我就覺得她成長很多 而我在民視呢 一路過來到現在 其實在我眼裡看到了很多 就是本來不熟 因為拍戲熟 然後再來就因為拍戲 有了小孩要結婚 或是要結婚有小孩 我就看到這樣一對一對一對 所以就這樣子成長 真的很替她們高興 因為在這個工作當中 或許更能夠很快的了解 雙方 因為我們拍戲朝夕相處 其實不用說約會 拍戲就約會 那如果她們演情侶的戲 那個戲就更好 所以呢 當每一對說要結婚 要什麼 你就會由衷了 很祝福她們 因為這個演藝圈其實是這樣 很辛苦 但是你找了一個 有 你必須要有共同的一些價值觀 然後也要知道 演藝圈是辛苦之務 有通告就有收入 沒通告就沒有 所以她們應該更懂得 會珍惜彼此的工作 互相體諒 我覺得是我很期待 我一路看到很多隊都是非常棒 都有同理心 都是在這個工作環境 就成長 然後有的下一代 我看到好多 像 漆風 還有 雨風 雨風 很多家庭 什麼 就一路看著這樣慢慢成長 真的替她高興 開心 當然就等著喝喜酒了 會不會酸喜靈門 好在 他們努力 他們努力 他們都好 聽說愛的榮耀不是有禁運令嗎 對啊 說是這麼說啦 生命都煮成醜飯 你們可以怎麼樣 到時候就寫跟懷疑有關係啊 OK的 很棒很棒 恭喜恭喜恭喜 真的 鳳姐那個就是有跟瓜哥他們寫 因為他們最分為無 我們很開心啊 就是吃飯 柔安啊我們都在 新梅我們大家都在 然後最主要是因為我乾女兒 Semi約的啦 然後就 我是乾媽 瓜哥是他乾爹 他如果結婚你們兩個在一起 一起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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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參加了 然後他們要宣佈他們的小孩是 紅色氣球還是藍色 就是我們也都私底下都參加了 一路看了 我乾女兒就這樣慢慢成長 然後 現在有一個很疼她的 老公 然後有一個很可愛的女兒 好可愛的女兒喔 他女兒很可愛 他女兒呢 小女兒都很愛漂亮 愛擦指甲油 但媽媽總會擔心啊 小朋友不要接觸太多 有學的東西啊 然後我剛有前陣子去 熬莫裡 然後呢 有那個梵力貝 他們把梵力貝的殼 那個去做成粉 然後再去研發出來 最天然的指甲油 我就給他買了幾個顏色 然後呢 聽到他女兒 如果擦完那指甲油 手都會舉高高 如果妳就怕他弄掉 這個指甲油就是 你擦了之後 你只要碰到溫水洗澡 他就掉了 非常天然的 所以就給小朋友可以 然後呢 Semi呢 就是 當我 遇見他 到他現在當媽 還是一樣 那麼漂亮 因為幸福啊 然後 再來就是 嗯 健康也好 然後 再來就是 欸 我 我會跟他這樣 也是因為他爸媽媽媽 有看過的八點檔 就這樣結緣 所以Semi是一個 非常值得人家疼喜 像那個 謝金也是一樣 很值得人家疼喜的 所以我就是這樣才會約吃飯 啊 時不時就會聚餐吃飯 對 誰 OK啊 有點小感冒這樣 好像有好了也好一點了 對 OK啦我覺得 因為外面那個我也不太清楚 那他們有聊到那個新聞的事件嗎 有沒有跟人說 就是澄清一下 嗯 當這個 兩個字一出現現場就稍微 空氣大概三秒鐘停在那裡 對 然後我就 來走一個啊 開玩笑啦 其實真的是 沒有像外界這樣在我的認知啦 就是大家都還是很自在啦 對 如果不下了解 對 OK 過年本來跟新妹想要約 大概初四或初五我們就出國 那他 要出國 我好幾年沒回娘家耶 哈哈 那跟新妹想要去爆嗎 這樣 有在想要去哪裡去哪裡 但他可能 這幾天會先出去啦 然後 就因為我剛還要錄過年特別節目 我有很多都要彩排 我要忙到一月 所以就等農曆年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會跟他講 我說 如果我們時間沒差 就不一定要再初四初五啦 因為那時候還是貴的 因為上班族他們必須一定要 我們是還好的情況之下 就不一定要跟大家 就把機會給別人 對 他是說 機票比較貴 他把機票讓給別人 別人就不會買這麼貴 他是幫大家考量 幫大家省錢 我就是大年 偶爾就除夕開始就會一直到 這拖那個拖那個拖那個拖 親戚很多 然後大家聚餐 聚餐 好